高耀节住 我的妨碍录 第四章 救助艾滋孤儿 第三节 艾滋孤儿的苦与乐 艾滋孤儿失去了父母和其他亲人 得到的却是歧视 冷漠和心灵深处的创伤 幸运的是 我送到老家山东曹县的孤儿 得到了好心人的救助 有个安定的环境 有读书的机会 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分散抚养的艾滋孤儿 他们有了温暖的新家 并融入了这个家庭 生活 读书 娱乐 一切之一切和正常儿童无异 令人欣慰 艾滋孤儿的苦楚 2002年2月10日晚 我在厨房做饭 春节在我家过年的14岁的孤儿莉莉 一边播葱 一边和我聊天 她说 我爸爸妈妈死得太早了 我经常梦见他们 有时候不做梦也会看见他俩 一天我没有吃饭 饿着肚子回家了 我家东西全被叔叔们拉走了 我站在空空荡荡的屋子里 眼睁着看着我爸爸妈妈回来了 他俩又说又笑 一前一后走进家门 妈妈手里拿着一包膜 我迎上去 他们没跟我说话 转眼间看不见他们了 这真的不是在做梦 真的不是做梦 她流着泪问我 高奶奶 人死了会不会有灵魂 我说 人死了没有灵魂 那是你心里想的 好好读书吧 你将来考上大学 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新村的妮妮1992年出生在一个偏僻小线的农村 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庭 父亲是半文盲 母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 他们的生活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中年为吃饱肚子而奔忙 但他们很疼爱自己的两个女儿 要求女儿读书识字 因为他们懂得人需要文化 有文化才能改变命运 父母在世的时候 妮妮拥有一个贫穷但幸福的家庭 拥有一个令人羡慕又值得回味的童年 可怕的艾滋魔掌伸向了她父母后 她和妹妹沦为了艾滋孤儿 但他们也是不幸的艾滋孤儿中的幸运儿 因为他们遇上了好心人 出资供姐妹俩上学 他们学习成绩还不错 名列前茅 她的学校在暂未被外界知晓的艾滋病疫区 不少同学有着和她同样的遭遇 所以她不会像其他地方的艾滋孤儿一样受歧视 但从她以下的讲述中 还是可以看出她心灵上的创伤和苦楚 她说 我12岁半小学毕业时 爸爸妈妈已经病了一年多了 四处求医吃药无效 我想去南方打工到外面闯闯世界 挣钱回来给爸爸妈妈治病 爸爸妈妈多次说 女孩子不能去外面打工 你年纪这么小 没有文化 没有技术 会打啥工呢 只会堕落成坏女人 染上一身病 到那个时候 你还活不活 爸妈有让我读书的想法 但我们这里没有中学 他们只好把我送到了 离家十几里外的中学去读书 每三周有两天大休假日 我入学第六周回家了 爸爸骨瘦如柴 躺在床上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回校第三天 妈妈烧信来 说爸爸病重让我回去 我一口气跑回了家 一进门就大叫 爸爸爸爸 可是没有回应 这时爸爸已经气绝多事 他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我们全家守在爸爸尸体旁 哭了一夜 妈妈呼叫着 你咋这么狠心 留下我们三口不管 俺咋过呢 第二天上午 村干部把爸爸的尸体 送到了现火化厂 妈妈不同意火化 拉着爸爸的尸体 不让往外抬 乡政府要罚款一千元 我爸爸病了一年多 天天去医院打针吃药 哪里有钱交罚款 我们全家哭得死去回来 爸爸尸体被汽车拉走了 妈妈和我在后面 使劲追赶 走了几步 妈妈已经走不动了 我和妹妹 抬着妈妈回到屋里 全家哭成了一团 当天下午 送来一个骨灰盒 邻居奶奶告诉我说 你爸爸妈妈 为你们姐妹俩上学缴学费 去卖学得的这种病 我不明白 想问个究竟 奶奶再不往下说了 妈妈本来有病 从此一病不起 十岁的妹妹 辍学在家陪她 妈妈一直催我 回学校读书 她说 尼儿啊 只有读书才有前途 只有读书才少受些苦 只有读书才能跳出浓门 于是爸爸一期过后 我回学校了 回校后 白天我勉强振作精神 支撑着听课 我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把学习成绩搞好 夜晚入睡后 我经常做梦 梦见爸爸在田里干活 我喊他 爸爸平生爱说爱笑的 但现在一句话也不说 我记得很清楚 农历十月一日 中原地区俗称鬼节那天 我又梦见爸爸生病 躺在床上大口的吐血 我问他 爸爸你怎么了 他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不止的身影 我惊醒了 吓出了一身大汗 我梦见爸爸的故事太多了 真无法一一列举 2005年春节后开学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好心的先生 给我交了学费 和每月一百元的伙食费 我离开家去学校的时候 妈妈面黄肌瘦地躺在床上 细声细语地说 这学期 有位老师给你妹妹缴学费 你们姐妹俩 谁也不能不读书 不念书 就得跟爸爸妈妈一样受罪 谁也替不了你 妮儿啊 快回学校读书吧 我没有想到 这段话 竟然是妈妈最后的遗言 我回到学校 又是噩梦连连 奇怪的是 在梦中 遇见病死的爸爸 姑姑 叔叔 他们都不跟我说一句话 2005年3月16日 我从学校刚回到家中 35岁的妈妈就沉沉入睡了 任凭我们姐妹俩在旁边哭叫 年过70岁的姥姥老爷 爷爷奶奶在哭喊 她再也没有醒过来 永远地走了 一句话也没有说 第二天 妈妈的尸体被送到线火化厂火化了 我和妹妹在院子后面 挖了一个深坑 把爸爸妈妈的骨灰埋在一起 筑成了心坑 可是当时谁也不肯帮忙 为什么村子里很多人都不敢进我们家 好像我家里有瘟神 我很奇怪 爸爸才死了半年多 妈妈又跟得去了 他们俩害的病都差不多 都是吃药不见效果 他们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三天以后 县防疫站找我和妹妹抽血化验 最后告诉我说 你俩没有艾滋病 我很高兴 但也非常难过 为什么爸爸妈妈生前不告知我们俩 他们害的是艾滋病呢 为什么不说 是卖血染来的艾滋病呢 这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以上是2005年8月19日下午 妮妮哭诉她的亲身经历 我按照她的口述加以整理的 我还收到一封已经读高中的艾滋孤儿的来信 她在信中说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一个艾滋孤儿 如果您能看到这封信 那我就再次感谢上仓了 我的父亲在卖菜回来的路上 遭遇了一场不幸的车祸 也就是这场车祸 打破了家里的宁静 当时我七岁 弟弟只有五岁 为了给父亲治病 全家供花去四万余元 父亲属于重伤 右脚被截了 法院判肇事的车主赔偿五万元 然而到现在为止 被告也只赔了三万元 为了给父亲讨回公道 爷爷去法院 跑了不下摆烫 本来以为家里可以平静下来 但是没想到 父亲在治病的过程中 因为输血又感染了艾滋病 我父亲在2003年 不情愿地死了 随后不久 爷爷又被确诊为癌症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 又结束得那么快 前天回家 我看到了父亲写给某某市前任市委书记 王某某的信 信的内容我就不说了 父亲为了写那封信 不知想了多长时间 可是当父亲把信交给王书记的时候 他只草草看了一眼便说 你回去找乡里人吧 有的领导知道父亲得的那种病 竟然躲了起来 害怕传染 更有甚者 让我爸爸滚出去 艾滋孤儿的哭诉和来信 足以让我们知晓 艾滋病的悲惨 和艾滋孤儿苦楚的心境 融入新家的艾滋孤儿 在快乐中生活 在山东草县的五个村庄里 六个来自河南农村艾滋孤儿 已经在新家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其中一对姐弟 分别被两个不同家庭收养 按照年龄从小到大 分别为安安 寒寒 蕊蕊 静静 郑正和鸽子 2004年六一儿童节 是河南艾滋孤儿 迁移曹县的第二个儿童节 杜聪自五月初 就计划趁着儿童节 和孩子们相处几天 了解一下这几个孩子的心理 及精神状况 领他们去外地旅游 让他们得到一些快乐与安慰 没想到 在儿童节前三天 还发生了一件 踢笑皆非的事 曹县的民政局 电业局 学雷锋小组 计划生育办公室 防疫站 妇联等单位 联合分头去看望当地孤儿 其中也包括 这几个外来的艾滋孤儿 县民政局来到了 韩汉家门前 两辆小汽车 停下来问韩汉爸爸的名字 正遇到韩汉的大姐 一个15岁的姑娘 一句话没说 急匆匆跑回家 大叫 妈妈不好了 县里当官的 开着汽车来了 找我爸爸 韩汉妈一听 吓得抱着韩汉从后院翻墙 就逃跑了 到了林家 给我打电话说 姑奶奶 农村乡亲们对我的称呼 说姑奶奶 不好了 俺们县里当官的来了 可能来找韩汉了 不知道会出啥事 我问 你看见了吗 韩汉妈说 大妮克见了 县里是直往我们家来的 我们娘俩已经逃出了家 我问 真的吗 这几个艾滋孤儿 县长都知道 不属于超生 属于救助 韩汉妈的哭声 从电话那边传了过来 这孩子来两年多了 她可好 也不调皮 天天跟我睡 俺两口对她 比对两个亲闺女还好 他们不能把这孩子夺走 我说你停下 问问看 电话挂了 两个多小时以后 韩汉妈又来了电话 她笑着说 县里来人 送来了西瓜 点心 水果糖 说是六一节快到了 来看看俺家韩韩 老天爷 这是俺第一次遇到 真把俺吓坏了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杜聪 杜聪哈哈大笑说 他们真老实 老百姓是真怕事 六一那天 我和杜聪电视台的 两个女记者一行 四人到了曹县 电业局学雷锋小组 接待了我们 同时也把几个孩子 接到了电业局办公室 各级领导出来介绍情况 给每个艾滋孤儿赠送一个新书包和文具等 大家一起参观了 大家一起参观了电业局的学雷锋展览室 他们搞得真不错 还招待我们吃了中午饭 下午十多人乘三辆车赴何泽 同时还带着当地的刘姓姐弟二人 他们的父亲因为艾滋病死亡 姐姐十四岁 精神不太正常 怕人低着头 饭也不敢吃 弟弟十岁 人长得很瘦 但举止动作一切正常 曹县政府对姐弟俩 已经按照艾滋孤儿实施定期救助 因为姐姐有病 所以有一名村医陪同 安安年岁太小 无人照顾 怕丢了没有去 包括刘姓姐弟俩人在内 共去了七个孩子 晚上八点 到达了何泽宾馆 第二天吃完早饭 一行十多人乘车进入了何泽牡丹园游玩 孩子很活泼 也很守规矩 他们看到什么东西都感到新鲜 问这问那 往里走的时候 在牡丹亭边被游人认出 因为这些孩子在电视台露过面 游人拉着我们合影留念 有些游客 还拉着在媒体上亮过相的孩子合影 四个多小时内 一连遇上了四批要求合影者 少则两人 多则十几人 大家都很开心 我说今天是我接触孤儿之后最快活的日子 大家坐在湖边休息的时候 我们对五个从河南迁移到山东的孩子提了几个问题 顺便也想对他们的心理状况做个调查 你们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馍 油饼 面条 大米饭 你们喜欢穿什么 我喜欢穿合身的衣服 不带补丁的衣服 你喜爱干什么 上大学 你长大干什么 要当医生 给人家看病 治疗艾滋病 一个男孩说 长大要当解放军 抓坏人 这些孩子 没有一个人要求吃西餐 吃巧克力 吃奶糖 没有一个人要求穿名牌时装 没有一个人急于外出 打工挣钱 打网络游戏 追星 更没有一个人说长大了 要杀人复仇 他们想的是救病治人 和维护社会治安 大家只顾着玩耍 不知不觉 已经过了中午准备吃饭 这时才发现 五个孩子 个个兜里有钱 鸽子带的钱最多 有25元 问他带这么多钱干什么 鸽子说 我出来的时候 我妈说 怕我在外面玩 挨饿 往我兜里 塞了25元钱 杜聪说 我们今天花钱也值了 知道了孩子的心理状况 现在孩子在谈话中 说我爸我妈 如何长 如何短 说的都是他们的养父母 他们已经融入了新的家庭 真令人高兴 欢迎继续收听第五章 妨碍路上陷阱多